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些简单的开箱视频 今天我们要开箱的是这款老任官方处的 给Drycom充电的这款充电旅座 本来我是不打算录这期开箱视频的 不过想想这次是耗到老任的羊毛 所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一起来看一下吧 这边首先要讲一下 真的说我大概三天还是四天前在刷推的时候看到了一个 它是老任官方店里面一款标价为零刀的这样子一款充电底座 后来买下来的话基本上只付了个运费 然后大概是因为不要钱的原因 所以在官方商店里面的这款充电底座已经卖断后了 然后在一些其他零售店里面好像还是有卖的 然后标价的话基本上应该是30刀的样子吧 所以这次耗到老任30刀的这样子一个羊毛 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吧 其实同类型的关于Joycon的充电底座已经非常非常多了 毕竟现在基本上已经到Switch的末迹了 当然它卖30刀我觉得这个价格确实已经比较高了 不过这是一款官方 它都不是官方授权的产品 因为其实之前官方授权做Joycon充电底座还挺多的 比如像PoA或者是Hori一些这种官方授权的充电底座 就是狗头卧板的中间的那块连接键 这款狗头卧板是之前Switch里面附赠的 然后另外还有一款 它里面这款是可以带充电的 这样子一款狗头卧板 然后这一块连接键的话可以看 基本上模具都差不多 除了这边少了两边四个指示灯 其他话基本上都差不了太多 顶上这边的话也是两个膝口 然后背后的话 它这边是一个可以用来放它这个支架的一个地方 这支架部分的话 就是简单的这样子给它夹进去就行了 可以说一下现在的支架 然后这个支架的话 它也是不能够转动的 我一开始以为这个支架是能够支持转动的 但是它并不平 它就是这样直立在桌面上 可以看一下 正面是这个样子 背后是这个样子 我们这边也试一下Joy-Con 这样子给它插上去 类似像这样子 然后这边如果要充电的话 是通过里面附带这条USB到Type-C的 这条线来给它充电 然后我们这边简单试一下 就通过这样子一条线 它的话这边应该是从背后 这样子给它穿上去的一条线 不过有一说一 这样子看上去整个底座就显得非常之大了 它在这边有个指示灯显示 你现在在充电 简单来说这其实就是一款老任官方出的 非常简单的一款 专门给Joy-Con充电的 这样子一款充电底座 我不知道大家觉得这款零年够的底座 现在比如何 好吧最后我说一下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prank 大概在17号几天的时候 我看了那条推的时候 然后后来去下单 大概在下午还是晚上的时候 其实就收到了官方发的退款的信息 然后订单就这么个小奖了 所以现在我手里拿的这款 其实是后来我自己在BestBuy上面 也花了30导买的这样子一个底座 所以我感受 白日白的朋友看到 30导的价格配上这么一个充电底座 基本上都会觉得非常不值吧 怎么说呢 我觉得所有加在一起 它唯一能够购买的因素就是 它是老任官方出品的 这么一款手柄充电底座 对于有一些喜欢收起去老任出品的 配件的这个朋友 我觉得他可能会想要入手 对于绝大多数来说 我觉得可能99%的朋友 应该都没有什么需要购买这个的欲望吧 OK 真的就是我们今天这期 关于想要去薅老任羊毛 然后最后被老任薅羊毛的 那一期关于Joycon 官方充电底座这一期开箱检测 最后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视频再见